我想从昨天到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民众党现在是全党打议人了 从这个发言人到这个党的主任到这个立法委员到党团干部到党主席 全部都在这个打我这个小小的发言人 但我想其实事实的部分已经厘清了相当清楚了 我这边再跟大家快速报告一下 第一点是从我昨天的发文 然后包含柯文哲主席他的说法以及陈永新医师的公开信 我们这个透过各方的说法来比对 其实事实已经很清楚 第一点就是柯文哲主席确实在1月31号晚间设定给陈永新医师 第二点确实在这一通和陈永新医师的电话里提到关于三昌配的讨论 第三点三昌配的提议确实后来也不被民众党团以及民进党团接受 那这三点呢 其实我在前天晚上第一时间的贴文也都陈述的相当清楚 所以事实和我的说法是一致的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的部分呢 这个关于所谓中间人 我想民进党的态度也非常的明确 民进党并没有授权任何人代表民进党去向民众党提议三昌配 这是第二点 那第三点呢 这个我想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民进党也有和在野党来这个合作的善意 但是并不会因此失去或是放弃我们的原则 谢谢大家